相关的包含就是函数的答案 或者是说VBA 我都会把它放在这里 所以上个礼拜方法一方法二 方法一的话是用REPT加上LEN OK 这我想你要熟练 主要呢 当然我们这个课程的目标 就是第一个你要把那个 ESEL里面所有函数 即便你没有用过 你要了解它的原理原则 因为它其实都会跟你讲说明 比如说你要给它什么东西 它会给你什么样的结果 它会给你一个互动 所以REPT是重复什么 重复几个零 OK 所以零因为是个文字 前后一定要加双一 这个是必要的 另外的话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用三去减掉LEN 才去算G4里面有几个字 G4的话就是这个区码 那区码算完之后就补几个零 再把G4串接 就会是零八十 这个是上个礼拜讲到的那个 REPT加LEN函数 其实比较常用的像LEN 这个好像用到几率会蛮高的 这个LEN主要是算什么 算你给它的储存格里面有几个字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要算一个储存格里面有几个字的话 用LEN其实还蛮快的 另外VBA里面也会用到LEN LEN就是你给它一个变数 它会帮你算里面有几个字 告诉你结果 OK 那TEST是格式化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利用TEST也做出结果了 后来发现其实好像 这两个比较起来 好像用TEST会相对的比较简单 那TEST其实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对于TEST不熟悉的话 很多东西你是做不出来的 尤其是你要把某一些文字呢 把它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格式化了 OK 那可能都会需要用到TEST 那我上个礼拜有介绍一本书 其实那个如果你要对函数 有一个比较彻底了解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本书稍微找一下 里面的话 我看它因为它有468个范例 其中TEST就蛮多个范例 都在讲有关怎么样做格式化 TEST其实后面还会用到 我是建议如果你对函数不熟的话 可以往这个部分去也许参考一下 那上个礼拜我们有做了一个 就是第一个REP加FN 不过记得要把档案存起来 如果你没有存档要复习的话 那有几个方法 我是直接把它干脆公司贴上 直接打个勾 OK 这样的话直接向下填满 所以第一个我们是 放错位置 请一下 放这边 OK Enter一下 第一个REP加LEN 第二个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就用到TEST 所以TEST这边 不过如果你复制的话 因为这边多一个Enter 所以上个礼拜好像有同学直接贴 贴上之后发现 奇怪什么东西呢 它没有出现 其实贴上之后的话 它其实会多一个换行 当然这个是可以复制的 所以上礼拜因为我忘了把它存档 所以把它重来一遍 聚集录制的话实际上就是怎么样 把刚刚的动作全部再做过一遍 放错位置 然后把它录下来之后的话 变成两个按钮 这个我想上礼拜讲过的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就把它 也许如果你没有存到档 就再复习一下 最后的话就是讲到VBA VBA我有讲过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旁边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什么门号 一个是清除 上个礼拜最后讲到的 按下门号 然后它就自动帮我把这些全部都输出了 按下清除就是把里面清空 这个是VBA的第一种方法 特别重要是自己写的 第二种方法是插入函数里面 我希望看到有一个手机函数 上个礼拜好像就是讲到这边为止 到这里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接着来看 我把上礼拜的这个部分复习一下 这个部分接着讲 所以第一个要怎么撰写VBA 其实跟录制区一起一样 第一个要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应该还记得吧 开发人员 我想每一次都做几次 它的位置一定在箭头这边 它有一个制定功能区 一定要把开发人员打勾 按确定 这边才有开发人员 第二个的话 录制聚集才会出现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有录制聚集 所以如果你假设对录制聚集不熟 我建议平常工作的时候 只要会有重复性的动作 就多练习 反正这些东西一定要熟练 很简单 就是多练习 因为这种东西 好像讲的说真的 你即便懂你还是做不出来 很多人买书买一堆回去看 看半天还是不会用 为什么 因为书里面讲的东西太抽象了 像这种东西做一遍给你看 你就懂了 如果要用文字叙述 我不知道怎么叙述了 对不对 写一堆 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在写什么 有的时候干脆我做一遍给你看 还比较快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 书书买一堆回去看 还是不会操作 我们课程的重点就是 教你怎么做 OK 而且真的可以发挥效果 让你可以在工作上提高工作效率 这个是我们课程的目标 OK 今天的话接下来就是第一个visual basic 点开来 我要怎么开始撰写程式 记得我的习惯是怎么样 把它缩小 缩小之后为什么要缩小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要看着我要做什么 去决定我要做后续的动作 那理论上我会把这边的专案总管稍微调一下 为什么要调一下 因为我要看一下我目前开的是不是对的专案 第二个里面有没有模组 如果没有模组我就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才可以开始撰写VBA 所以如果你要撰写VBA之前 第一个你一定要开这个 反正没有问题 第二个的话我是建议你把它移动 移动应该会慢慢调以后就习惯了 调到适当位置 再来的话开始撰写 一定要在这个专案的上方按右键 有一个插入模组 反正你VBA就是写在这个模组里面就对了 当然如果你以后写越多 你可以分很多个不同的模组 可以不同的类别的程式 可以放不同模组 但目前应该还不需要 因为目前还蛮单纯的 大概就是几支程序而已 那我们要怎么开始 在上礼拜讲 一插入一个模组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在这边产生 上个礼拜讲的门号跟清除的话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开始撰写成 插入程序 名称的话也许叫做门号 OK 那我把这部分重点回顾一下 记得如果是按钮一定是sub 如果是插入这边制定函数一定是function 那我们先实做sub 按确定 OK 那姿态小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把它改成大概12号字左右差不多 至少稍微大一点点 因为9号字太小了 那我要做什么呢 特别重要 先按个tab键 我先打个回圈好了 因为上礼拜我们是先打那个sell 因为我只是叙述 for i 等于什么呢 等于第四列到那个什么呢 104列 应该103 enter两下 enter两下打个nance 先把回圈打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在放那个 你要丢到哪个储存格 那之所以会把它移到上面 因为你可以一边看着 你要丢到哪一个储存格 去撰写之后的程式 所以接下来要写什么呢 还记得吧 尽量这个要把它背下来 sells 瓜谷 哪一列本来我们是写第四列 你就把它改成i列 为什么 因为i会从4到103跳动 逗点之后哪一栏 你可以打个3 但是因为有的时候 你那个后面 比较后面的英文 数英文字太 数字你根本不要v好了 v是哪 v是多少 你还算abcda 算了 你就干脆怎么样 直接打一个这样也可以 所以我的习惯用数 不要用数字 用文字比较好理解 ok 然后后瓜糊 记得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储存格里面等于的话 就是后面串接东西 把它帮我丢到这里面来 那我要丢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之所以会浮在上面是 我可以移到这边来看 那我要把09串这一个 一杠 然后串这一个 格式化成3 再串这一个 所以我的叙述的话就是09 然后end 不过end VBA一定要前后加空白 end什么呢 end这个储存格 f栏 所以我的习惯是 干脆把这个复制过来 这边改一个f 这样比较快一点 f 然后end 然后1杠 这边减 当然如果你没有没有把握 你可以先执行看看 诶 C栏 糟糕 应该是 E栏 眼睛花了 算了 不过我这如果做错的话 还好因为我刚刚有复制工作表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Ctrl Shift向下 Ctrl C 然后再把它Ctrl Shift向下 Ctrl V贴这样就可以了 把刚刚的东西再把它贴过来 OK 那上个礼拜我们主要是 讲到这里 然后也许请各位先 把这个上个礼拜的东西 也许先稍微复习一下 待会我们就是 再把那个后面讲到 有关插入制定函数部分 接着讲 好 来 两次我把它打完 这边是你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是09串接这一个 就是F栏 所以我这边其实 只是把前面复制贴过来 然后改一个F 然后AND就是一个减的符号 然后这个驱栏 用Format 这个Format实际上蛮类似Test 不过VBA里面 它名称不叫 函数名称不叫Test 它叫Format 那这个原因 好像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打个VBA点 点下去这个是VBA本身的函数 那VBA本身的函数跟Excel的函数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各自有各自的函数 但是以后的话 当然你在VBA里面写 基本上是以VBA的函数为主 那你想说那我以后要引用Excel里面的函数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OK 不过后面我们还在讲 也就是说你可以有两边的好处 你都可以拿来用 而且可以帮你把结果给做出来 那你可以VBA点Format 你会发现Format 它就出来了 所以我以前打程式的话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不会VBA 你可以打一个VBA点 然后打一个F FO它就出来了 然后你把它点两下 它就出来 那Format是什么东西呢 Format这一个就是驱蓝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程式 我的习惯是Ctrl 键按住拖拉 这样就Ctrl C Ctrl V 然后逗点之后的话就000 OK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先试着输出看看 输出的话直接 游标放在这个程式的中间 按个上面的执行 它就执行了 目前看到0911后面 驱马OK了 但是莫马还没OK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程式 当然特别注意 虽然看起来没有很重要 不过你做对一次就对了 做错的话你可能要一直改 为什么因为插个空白 来插一个M的符号 它就是不对 OK 所以特别是宁可小心 慢一点也没有关系 OK Ctrl 11 看纯Ctrl V贴上 再确认一下你这个有没有做错 如果没有做错的话 你再去执行它一下 游标放这个Sub的中间 按个执行 这样的话OK了 清除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后面东西改成双引号两个 表示是清除 所以其实我也可以把上面的层次复制贴过来 改成清除 这边只有把它改成这样子 然后把它执行 这样就OK了 应该有印象吧 上一半也讲过了 那特别是要这个要很熟 因为常用 所以一定要熟 才有办法做变化 你不能说我会 你会那你打都打错啊 对不对 你一定要 就是会要熟哦 技能就是这样 就是一定要很熟 熟了才能 熟能生巧 才有办法变化 如果你不熟 常常打错 那你就没办法变化 因为后面很多东西都是从这边 做变化的 里面将来后面还要再加逻辑 逻辑判断还要加里面 那你如果又加很多东西之后 你可能就不会了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一定要很熟 清楚 做完这两个之后的话 我们上礼拜讲过 插入什么呢 按钮 有没有 表带按钮 然后拖拉一个大小 把门号找到 把它复制这个名称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按钮是按钮1 我把它清掉之后贴上就可以了 然后门号就OK 清楚我习惯是复制 把这个按钮复制之后贴 为什么 因为它的大小才会一样 然后把它拖拉再按右键 重新修改一下名称 再复制一下 我们就把它改清除 OK 上礼拜大概就讲到这里 不过有个地方就是 103列 你想说103 如果现在又多两列 把这两列选起来 假设又拖拉两列出来 有没有 101 你会发现 如果现在乱的话一定不OK 清除 它只会清到哪里 103就停掉了 不清了 为什么因为我回圈就跑到103 但这样不合理 所以怎么办呢 一定要把什么 把刚刚的103 改成向下追踪 这我也讲过 这个向下就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以后如果你不会自动追踪的话 那岂不是每次都要改 不可能说改105吧 可不可以 他叫握可以 可是又多两 那你不又一直改吗 所以永远改不完 怎么办呢 你用追踪的 追踪的原理原则是 用Range A4向下追踪 这个尽量也不用10倍 不过就是要常打 Range一个里面的A4的字串 他一定是个字串 点endend 然后前刮壶上下左右用选的 我向下追踪到 告诉我他是哪一列 这样就OK了 那当然103这边打完之后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把它复杂 不过刚开始 假如说有些东西你记不 有点背不起来的话 不然你就是把云端的东西拿来参考也可以 因为刚开始我发现大部分同学 还是没有办法一下记得 不过没关系 至少你记得刚刚那个网址 白板上面写的网址 上面一定就有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里面的文字与资料里面 就会都有这一个 至少你找得到 复制贴上会吧 Ctrl C Ctrl V也可以跑得出来 不过尽量以后能够常用 尽量还是把它背起来 好了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 如果向下追踪 这个清除应该就OK了 刚刚清不掉那个东西 现在就清掉了 门号刚刚只有跑到103 现在下面也会跑到了 OK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完成 我们上个礼拜 比较困难的点 我是把它抓出来 函数因为我觉得比较简单 所以函数 那细节你们就自己回去看 不过前提还是一定要熟练 OK 你不要会而已 我是希望你不只会 还要熟练 OK 那多熟 其实真的 像至少要能够熟到 像我至少做超过一千遍 一万遍多可 所以比较已经都会了 不过你们可能没办法 但至少你做个十遍 二十遍应该OK 把它尽量做到熟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所谓的制定函数 那什么叫制定函数呢 我上个礼拜讲 插入函数里面 会有一个类别 叫做使用者定义 不过你会发现现在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写 没有写就不会有 OK 所以如果你要出现一个 那个使用者定义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我们手机好了 如果今天希望插入函数 有一个手机函数 那那个函数的话 该怎么产生 一 请你一样切到V-Row Basic 这边 二的话呢 游标 反正你就放里面就可以 插入程序 第一个形态 一定要选方权 名称的话呢 这个名称你取中文英文都可以 我取名叫手机好了 假设我今天希望有个手机函数 按个确定 那这个手机函数 它其实原理原则跟内建函数蛮像的 一定会跟你要资料 所以这个时候他会跟你要几个资料 因为我未知的有 一 二 三 所以呢 我要未给他三个资料 那怎么喂给他 一定会是从什么呢 从那个方选后面的名称的刮符这边喂给他 OK 这个刮符不是说装饰好看的 这个刮符主要是用来跟使用者要 那个叫引述或者叫参数 外部的引述或参数 你要跟他要什么 一二三 那所以有个简单的方法 那你自己打字也可以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这三栏复制一下 再切到visual basic 把这三栏的资料贴上 不过贴上他好像会多个换行 你就把这个换行delete掉 记得名称跟名称中间怎么样 加逗点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加一个逗点 第一个跟他要 你跟电信业者 第二个呢 你给我什么呢 门号区码 第三个呢 你给我墨码 好那我要怎么处理呢 你给我的东西 那我就是怎么样呢 最后呢 会丢给这个方选本身 所以记得哦 他的流程一定 一先给引数 二把自己搬到前面 一模一样的名称 加个等号 等于的意思说 他串接完之后 会丢给这个方选本身 那这个方选本身呢 因为他游标是放在某一个位置 比如说放在这个位置 他就会把串接完的结果 就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所以呢 我会希望什么呢 零九 你要串接什么 and 那再来就是 他丢给我就是电信业者 所以我把and什么呢 记得哦 把这个引数电信业者 搬到哪里呢 and后面 手机就是零九 and电信业者 然后and什么呢 and一个减的符号 再空一个and什么呢 and的区码 但是要格式化 所以跟上面蛮像的 format 括弧 再接下来怎么样 把门号区码 把它复制下来 所以复制的话呢 我习惯选取按ctrl键拖拉 然后逗点 0 0 0 记得前后一定要加双一号 这个一定不能少 不能打错 后面的话呢 记得再把那个 因为这个末码跟区码一样 差别只有差在这一个字 所以把它复制过来这边 把这个改成末码就可以了 ok 你再check一下 看看有没有打错 如果没有打错的话 那就大功告成了 那可以看懂吧 其实逻辑很简单 但你就是要知道 我到底现在在做什么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 再看 如果没有红色的字 那恭喜你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有没有放这边 跳开一下 有没有放这边 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会不会多一个类别呢 使用者定义出来了 那我刚刚有做了一个 手机的函数 有没有 所以一定会出现 如果你没有出现 应该像之前有同学 就是本来是方选 他插入还是sub 你sub你怎么可能会出现吗 你一定要是方选 这很重要 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会跳这个东西给你 给我业者吧 在这里给你了 OK他会给他了 给我什么呢 驱马 给他 给我莫马 有没有 他会给你什么呢 串接的结 所以你会发现 目前在这个 制定函数里面的结果 就在这个了 他会把它丢到哪里呢 丢到你现在除神阁所在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按确定之后 他就把这个东西 丢到这里来了 OK应该可以理解了 这样子的话按确定看一下 结果OK呢 OK了 然后你就再来快点两下 他就向下填满了 所以基本上向下填满的话 不用跑回一圈 他的做法跟其他使用内建函数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差别是说 这个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因为isail里面没有 我前面讲过了 很多同学说老师也没有什么函数 可不可以做什么什么 大部分其实都没有 没有的话怎么办 那你就要用VBA自己写了 OK所以如果你把它写出来的话 那很多事情很快就做完了 所以很多时候 一个公司里面有很多的函数都没有 所以 所以你们可以这个需要的话 找一个专门有人帮忙写这些东西比较好 以后的话所有事情都搞定了 这种人越来越重要 而且需求越来越大 OK 那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再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制定函数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同学 stuff 好 有点 说